波利维亚 拉巴斯 二百七何良红刚认识一位新朋友 就看到他遭遇了这样子 这里有一群人 一群原本只是普通妻子 普通母亲 普通女儿的女人 走上了摔跤的擂台 波利维亚女子摔跤手 穿着最华丽的传统长裙 却进行着最暴力凶狠的活动 其实也会好奇 为什么要来做这种摔跤 其次为什么要穿着裙子来摔跤 是因为兴趣 还是因为生活 还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波利维亚的整体平均收入并不高 在这种情况下 这群人是怎么想的 我看你她在此 那你倒是小颜哇 这个是大监狮 小颜 would 也不想永远 还有一点 大监狗